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四大投票案倒计时还有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有台湾舆论称 民进党当局正在努力打压 抹黑其他省印 甚至是在威胁台湾民众 而台湾民众对此却并不买账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 在质询时被指控 在对于四大投票案之一的 藻礁保护议题 民进党当局频频搬出缺点 甚至要增加燃煤来恐吓台湾民众 让民众去投反对票 我们现在因为有环保降载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电力不够的时候 就变成要多增加燃煤的燃烧 而对于能源问题 国民党民进党民意代表 则是爆发口角 让能源转型问题 一度沦为口水战 此外有台湾舆论表示 对于四个投票的相关议题 民进党当局则是 有意在阻碍在野党发声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20号南下高雄宣讲过程中 有反对者到场抗议 立刻遭到警方驱离 遭批不尊重其他声音 此外还有爆料称 民进党当局不办政策说明会 却花费大量力气去办投票宣传会 并在宣传会上发放小礼品 存在会选嫌疑 且为了阻碍反对者发声 一再拉高维安等级 遭批浪费资源 也有舆论表示 曾经到台南火车站 发放投票宣传单 也遭到铁路警察驱离 指责民进党当局 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四个投票案倒计时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各阵营也纷纷在进行宣传 对此有台媒评论称 民进党当局则是在利用 自身的执政优势 一边花着台湾纳税人的钱 为自己进行宣传 另外一边则是在 极力阻碍其他阵营的民众发声 打压抹黑他们的言论 而据台媒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在四个投票案中选择同意的 也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的人 有两个都已经超过了半数 而另外两个的差距也并不大 由此可见 大多数人还是能根据自身情况 做出最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选择 而民进党当局望同操控民意的 种种行为也终将是徒劳 以上是央视记者 发自台北的报道 此前美国国会议员先后提出 武装台湾法案和台湾贺阻法案 拟协助台湾军购 对此有党内分析认为 美国是在变相要求 台湾当局增加防务支出 目的是购买美国武器 日前由美国议员抛出 所谓的武装台湾法案 提议在2023至2027财政年度 每年拨款30亿美元 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以抵御所谓来自大陆的 潜在的军事侵略威胁 随后又有议员提出 台湾贺阻法案 每年拨款20亿美元军事融资 以强化台湾防务 抵御大陆 20号 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表示 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拜登也不会阻止 他还称 这是借款 不是用美国的钱买武器送给台湾 台湾最好拒绝 要向美国勇敢说不 国民党集民代表认为 台湾的军购不是每次美国开单 就照单全收 美国要贷款给台湾 实际上每年台湾已经交了很多的保护费 武器不可能无限度的增加 民进党当局应该以需求为重点 量力而为 避免军费排挤整体预算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上任之后 推出同州计划 壮大国民党员的人数 此前被开除党籍的前花莲县长傅昆奇 通过这项计划 顺利恢复了党员身份 同时还把5000份入党申请书 当面交给了朱立伦 对此国民党内出现了杂音 说程序遭质疑放水 据台湾媒体报道 2009年傅昆奇因违继参选花莲县长 遭国民党开除党籍 之后两度申请回党未能成功 19号傅昆奇通过所谓的同州计划 顺利恢复党籍 此事在蓝营内部出现杂音 同州计划被质疑有因人涉事之嫌 让傅昆奇在不需要考机会审核下 重回国民党 针对党内质疑 朱立伦这样回应 同州计划欢迎过去加入各政党 或者离开国民党的一些好朋友 没有回到这个大家庭 没有为任何个人去设计 傅昆奇恢复党籍之后 将5000份入党申请书 当面交给朱立伦 被外界视为是领大军入党 以行动力挺朱立伦的同州计划 有分析认为 傅昆奇用行动来破除国民党内杂音 也向朱立伦证明 力挺他的回归绝对是力大于弊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超过2万多位的 新进的党员 跟回到这个家庭的党员 我们大家用这样的一个心情 能够号召大家 我们同州共济 我们扩大支持 我们大家团结一致 美国媒体爆料称 五角大楼悄悄向台湾增兵 人数已达近40人 与此同时 美国会议员还提出法案 建议台湾向美国借钱买武器 以对抗中国大陆 美国向台湾增兵的目的何在 蔡英文为何配合美国 敢当抗中极先锋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增兵又给钱 美国在台海暗的什么心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 根据美国国防部新公布的数据 过去几个月 拜登政府向台湾增派了军人 目前在台美军人数 已经达到了近40人 此外 美国国会议员还提出了法案 要借钱给台湾 让台湾买武器 美国悄悄向台湾增兵 究竟目的何在呢 而民进党当局 紧报美国以武巨统 又会把台湾带向何处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 脸岸的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 赖岳谦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欢迎 桑城好 苏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桑城好 赖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关美国向台湾增兵的消息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 来了解下近一个短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 日前以五角大楼 悄悄向台湾增兵为题 报道美军在台的相关情况 报道称 过去几个月 拜登政府向台湾增派了军队 目前美国在台湾有39名军人 其中包括29名海军陆战队员 5名空军人员 3名海军人员 和2名陆军士兵 这一数字比6月份的人数有所增加 文章注意到 在美国稳步向台湾增兵的同时 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 在最近几周也有所加剧 此前有多名美国国会议员 先后提出武装台湾法案 台湾贺阻法案 你用借款的方式 协助台湾对美军购 有台湾问题专家表示 民进党当局政客 一心想要依靠外部势力 以美谋独 最终只会把台湾带向一条不归路 来先生据您了解 现在在台湾岛内 是否真的有美军存在 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兵种 又干些什么呢 而前面新闻当中提到的 美国向台湾增兵 那这样的动作 是从拜登政府开始的吗 还是说之前美国政府 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学术单位 以及美国智库 所公布出来的资料 确实是这样 也就是有海军的 有陆军的 跟空军的 美军的人员 驻守在台湾 他们当然主要扮演的角色 是有技术性的协助 还有就是他们内部的 勤务的需要 另外当然还有就是 属于训练的一个问题 我们大概简单的 跟各位报告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其实这个早在斯图文 也就是美国前任的 AIT的处长 他是欧巴马时代的 因为他的任期是在2009年 到2012年的时候 他是担任AIT的处长 他当时其实就已经有多次的暗示 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驻守在台湾 那当然数字他一直强调说 没有很多 但是确实有 当时在台湾来讲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揣测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AIT的馆很小 那时候正在新建一个大馆 在内湖这个地方 内湖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大馆的时候 很多的分析家都认为说 他很有可能是跟 这个台湾在新竹的热山 雷达站 就是我们所谓的八爪雷达 有连接 那有连接的话 所以他本身就有一个情报的一个处理中心 这个情报的处理中心 当然就需要一些军人来守卫 所以当时就传出相当有可能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就在AIT的馆内来服刑 那他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跟军方有关的 情报资料跟设备的一个安全 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就在推断 这个新竹的热山基地的雷达站 的这一些情报收集链 那么有连接到新的AIT的馆 然后在那个地方处理完了以后 往这个他的印太司令部 这个地方来传送 当时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推测 那现在证明了 确实在AIT的馆内 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在那个地方来执行勤务 美国在台湾的军人 一般来说估计就是属于陆军的 海军的跟空军的都有 所以基本上来讲是齐全的 不过目前来说没有成建制的单位 都是属于技术资源 或是技术服勤的单位在里面 虽然是没有成建制的单位 但是刚才赖先生也介绍了 海陆空三军都涉及到了 可见美台双方在军事层面的 这个勾连是非常密切的 那我们注意到 据台媒报道称 在明年的春节过后 那么第三批现役美军的 叫做特战合作组的人员 就要到台湾去接手 轮训工作了 那么就形成了 美军常驻台湾的一个协训编制 所以对此有网友就质疑说 这是不是说美军 就要在台湾驻军了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确实从这个网友的反应来说 应该说网友非常清楚 如果台湾岛内有了美国的驻军 这其实是踩了一个 中国原则的红线 立刻会引发台海局势的骤变 所以台湾的网友 是非常担心的 这种特种合作组 其实对于美台来说 是近些年合作的一个新的动向 是从今年开始 美国加大了对台军的 培训的力度 那么在台呢 培训的人员似乎出现了 用轮换的方式 实现常驻的这样一种态势 刚才您也提到了 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 涉及到多个兵种 那么此前也有很多的 这个专案来进行命名 比如说这个陆军的合作 叫陆威 海军的合作叫碧海 那空军的合作就叫蓝天 听起来都很美好 但是呢听起来很好 但落实起来呢 并不十分好 尤其是涉及到台军 非常关心的 海军和空军的能力建设 美方的似乎是 投入力度最弱的 在这一些专案之下 往往只有所谓的专家交流 那其实是一种口灰而实不至 就是一个空头支票 对台军力量的直接的提升 并不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但是呢 台方非常重视的 陆军的这个陆威项目 倒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进展 那么进展呢 也体现在除了这个专家交流方面 还有联合演训 有这个美方对台方进行协训 等一系列的动作 那么现在涉及到这个陆威项目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对台的进行培训 开始出现美军公开在台岛 对台军进行培训 以及以这种轮助的方式 来不断地进行训练 尽管呢 规模非常小 但是呢 在台当局看来 这已经是所谓的某种突破 那同时呢 我觉得对于台当局来说 他们非常关注的 是这个陆威项目 或者是美台之间的 以这种美军轮助的方式 实现所谓的长期存在 其实呢 也是把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 进一步地从桌面下 弯到桌面上 当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呢 虽然表面上按照约定 美国呢 是必须从台湾撤军的 但是在台面之下 在私下里 他们是用多种方式 来培训台军 比如说 美军到台湾去培训 或者台军到美国去培训 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但是一说到台军啊 就连美国的媒体呢 都称他们说 是一群草莓兵啊 所以我们想知道 这样的一支军队 即便是有美国的协训 战力真的可以突飞猛进吗 蓝先生 我个人的估计啊 这个训练的成效 并不理想 那大体上来说 我们的训练有两种 一种是一地训练 一种是美军到台湾来 对台湾的高阶的军官 或者是对于 基层的部队进行培训 那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一地训练 也就是台湾的军人 到美国去受训 他们回到台湾来了以后 常常出现啊 水土不服的现象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在美国所接受的那一些 军事的训练 军事的理论 回到台湾来了以后 基本上来讲 他非常难发挥 非常难施展他的身手 另外一种就是美国的军人 到台湾来培训台湾的军人 有分为几种 在前一个阶段 他基本上来讲都是由退役的 高阶的这些军官 也就是美国退役的高阶将领 还有一些中阶的军官 跟资深的士官长 他们本身已透过 这个参加台湾汉官演习的 军事官模团的身份 来台湾指导 或者是传授台湾的这些军官 本身的指挥作战的能力 另外一种就是我前面所介绍的 也就是不管是我们前段时间 在海军陆战队在超舟的时候 翻覆那么美国有一些基数人员来台湾 教台湾如何去超舟 还有一些就是特战队 特战部队的这些人员到台湾来 跟台湾的特战人员进行交流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层的普逊作用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推广 而且呢通常限于特种部队 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超舟的或者是特战部队 这些的人员都是非常的稀少 那台湾的主要的陆军炮兵 或者是装甲坦克兵等 地面部队的这些大规模的作战 他基本上来讲美军能够起的作用就有限 所以我个人的评估就是成效并不是那么的好 看起来无论是接受什么样的训练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接受训练 以台军目前的军心士气或者是武器装备等综合实力 要想和解放军对抗都是办不到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媒体又突然向外放消息 说拜登在悄悄地向台湾增兵 而且报道的题目就叫五角大楼悄悄向台湾增兵 那为什么要特意加上悄悄两个字 您如何来理解 我们看这个英文报道的标题 它用的是这个quitely 就是非常安静的 这也说明了近一时期从美国的五角大楼来说 在与台的军事合作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 不管人员增加了多少 其实我们看到实质上并没有出现变化 并不是说所谓的人员增加 立刻提升了美国对台的所谓的这种防卫的能力 或者是说意味着美国已经真正给台方一个 协方的承诺 更不用说这种悄悄地公布 从媒体的方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些信息的释放 而避免五角大楼采取更加公开的 所谓的官宣的方式 也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 美国在涉台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是担心出现一些破局的局面的 所以我觉得美方的这种悄悄 其实并没有给蔡英文当局更多的信心 反而是反映出确实台湾问题复杂敏感 而美国打台湾牌的时候是有所顾虑的 那另外我觉得涉及到时机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现在在释放信息 恐怕也是在回应此前中美 尤其是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之后 美国对台政策正在进行的一些调整 美国在打台湾牌 在谈所谓美国增加在台的这种军事存在 包括一些人员的时候 就要小心翼翼一些 但是美方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 仍然在抓住所谓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 来试图对大陆方面进行试水 也就是说在中方再次划设了底线红线的时候 美方通过这种非常隐蔽的信息的释放 来试探到底大陆方面在这个涉台的问题上 那能够容忍美方什么样的一种推进 是不是会立刻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也在判断断然措施在什么情况下会立刻被触发 我觉得这也是实际的一个选择 除了近期像台湾增兵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外 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 又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两个新的法案 一个叫做武装台湾法案 另外一个叫做台湾贺阻法案 其目的就是要协助台湾当局来购买美国的武器 那如何来协助呢 就是说美国要借钱给台湾买美国武器 然后转过头来对抗大陆 那么赖教授您如何观察这样的一个新的提案 那么您觉得这会不会成为 未来美台双方军事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美国的国会目前想要通过的这些法案 我们把它称之为钱肯法案 台湾活活的就这样被剥了三成皮 那我们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 要被剥三成皮 它第一个是这样子 也就是美国每一年要编20亿美元的预算 也就是十年内 因为这个法案的有效期间就是十年 十年内美国先剥20亿的预算来借给台湾 所以不是送给台湾 是借给台湾 因此台湾必须要支付利息给美国 这就是剥了第一成皮 为什么呢 台湾本身的外汇存底很高的 我们没有必要向美国来借贷 但是他就规定你一定要向美国借贷 这20亿美元 所以你等于是给美国的这个政府 他们本身先抽了这个利息的一个 这个一成皮 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购买美国所指定 你要买的东西 而且这个指定你要买的这些军用物品又高于市场价 各位您想想看 美国贷款给你 而且你只能买美国要卖给你的东西 你台湾还一定要买 而且呢还高于国际市场价 这是被剥了第二成皮 第三成皮是什么呢 台湾必须要相对应的 在编20亿美元以上 那像编这个钱干什么呢 向美国购买军购 那也就是说台湾必须要在相对应的 在编20亿 也就是将近600亿新台币 向美国买台湾不一定需要的东西 这样加起来每一年 台湾单独的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就已经高达1200亿新台币 这个开玩笑 台湾一年的防卫预算 也不过就是3000亿新台币 那单独的从这个特别的预算来讲 就必须要编出1200亿 这个钱哪里来 当然就是靠接待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是坑人法案 坑钱法案 而且呢是台湾活生生的 被美国人剥了三成皮 岂有此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 蔡英文竟然高兴到不行 这个是让我们一般的百姓 就百事不得其解了 美国呢现在是在想尽一切办法 卖更多的武器给台湾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会让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 有人说 升战的可能性也是会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也有评论认为 这可能正中了美国的计划 因为他就是想利用台湾问题 来让中华民族自我分裂 让中国人民自相残杀 以达到他利用台湾 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您觉得现在台湾当局 他自己有没有搞清楚 就是他现在究竟在为谁来充当堡垒 那么为了美国去做抗中的一个急先锋 这么做真的值吗 首先呢 现在对于台海地区局势生变 可能会出现所谓代理人战争的这种判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内 恐怕呢 加不加入台海的战事 还是有较大的分歧的 也就是说呢 在美方很多人认为 现在呢 美国为了台湾与这个大陆方面大打出手 并不是美方的选项 尤其是此前 我们看到美国从阿富汗溃退之后 在美国国内 美国军方其实是有很多的分析 和相关的评估的 认为呢 现在呢 对于美国来说 穷兵独武已经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项 尤其是从这个阿富汗溃退之后 在心理上 在军事上 对美军造成的冲击 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恢复的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选择 与这个中国大陆方面 在军事上进行一场正面的较量 在很多人看来 这绝对不是一个近期可以出现的选项 那么我们往前推 美国到底要不要和中国在军事上 来进行这种掰手腕的 直接的动作 其实呢 大家可能还会记得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尤其是在这个最后选举 较为激烈的时刻 当时呢 美军呢 曾经有一种动向 似乎要出动MQ-9无人机 对这个南海进行岛礁的打击 但是此后呢 美国的国防部 尤其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本人 通过非常清晰的途径 向中方传递信息 就是美国不会制造 所谓的十月惊奇 不会在南海动手 而这样的明确的信息呢 从我们获知的这种信息的角度来说 是多次进行确认 也就是说 打和不打的问题 美国曾经给出非常清晰的答案 而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会看到 美国这并不是放烟雾弹 而是真心不想打 那更不用说呢 此前呢 涉及到这个台海局势 涉及到可能中美之间 发生一系列的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台独势力来说 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 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 所谓的应对大陆 并不是说台军有力量 应对解放军 这一点对于台军来说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所谓的应对大陆 主要是靠美军 靠美国的军事上的支持 那既然美国不愿意大打出手 那么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所谓的挑动台海局势 那现在是不是一种 这个非常清晰的前景 或者是美国已经下定决心 马上要在台海制造一场战争 我觉得答案 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 不管是协防 还是呢 出现这个台海战事的时候 美国会来救 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他现在呢 应该说自己心里 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 那么近一时期 所有的这种政治 以及舆论上的操弄 对美国不断地释放信息 自己不断地在加息 其实背后 其实反映出的 是蔡英文对自己的未来 对于台独势力未来的 这种悲观的前景 是有一定的预期的 现在呢 蔡英文却成为了 美国手中的刀子 被别人当刀子 又出钱又出力又卖命 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 台湾民众看清了真相 就不会再相信蔡英文了 因为大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抗中非但不能够保台 反而呢是在害台 而蔡英文呢 为了台独疯狂地做出 抗中的举动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为到头来 她付出的代价 就是自寻死路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赖先生 谢谢桑辰 苏教授 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小慧 谢谢桑辰 谢谢赖教授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再会